這個禮拜已經漲了快四百點 當然很多個股終於也動起來了 當然這些個股的部分 能不能夠繼續續談 向上在下個禮拜 臺股要挑戰萬五大關 會遇到關鍵壓力呢 會遇到鍋蓋壓力嗎 但是剛提到有很多 站上月線之後的強股 能不能夠在這裡往季線繼續扣關 除了剛說到的新興南電三幅化之外 還有哪些個股這邊特別提出來 你認為有持續反彈空間的 的確沒有錯 像我們看到這個什麼博智 對不對 其實我們先看博智的K線圖就好 這博智也真的是很慘 博智從應該再縮小一點 他是從兩百零九元 兩百一十六元跌到多少 跌到一百零九點五元 這真的是非常慘烈 而且是誰的傑作 投信的傑作 投信之前一直買買到最高點 然後怎麼樣一路賣賣賣 賣到最後怎麼樣 到一百零九元 他終於賣不下去了 對不對 那你說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字卡 事實上你若去研究會發現到 我想做PCB裡面 PCB有做很多種東西 像滑通什麼都做 對不對 那你看到博智做什麼 他主要PCB用在哪裡 用在伺服器 伺服器其實當然這一波 也有影響到 可是有線啊 對不對 還有什麼IPC 就是所謂的工業電腦 前一波漲最兇的是什麼 就是工業電腦 廣機 廣機還有包括什麼飛結 這一類的 對不對 你看到他有什麼影響 其實他影響真的很小 結果沒想到股價 已經對切了 對半切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就以這個應該說以壓力來講的話 季線壓力還在一百四十二元 跟現在股價一百三三 還有十幾塊錢的差距 來看一下他最近幾天股價表現 也是出現一個微笑曲線 而且一隻腳就上來了 一百零九塊五 現在到了一百三三塊 你說他的季線很近一百四十二塊 所以還有十塊錢 應該還有十塊錢以上 但是如果下個禮拜碰到季線呢 一定會壓回嗎 當然如果碰到季線的話 建議大家可能先走一趟 應該是這麼樣 因為畢竟 全部走嗎 還沒解套 可能稍微 應該要稍微等一下時間 因為畢竟當這個大盤才 這個大盤才站回月線而已 對不對 所以大盤還沒到季線之前 所以那些碰到季線 或季線以上的一些股票的話 可能如果你怕比較擔心一點的話 你可能先走一趟會比較好一點 好 這是我們看到 怎麼看博智 個股的部分來看 好 另外還有微影跟彩玉 這都是你覺得說下禮拜 還有機會續談 沒錯 他往這個季線 靠關的機會應該是有 這裡 這是我們看到反彈股 但是也要有壓力的問題 會不會真的就是碰到季線 可能真的就是一定會有壓回的 或他最近幾天 漲得很兇很兇的 怎麼看這些個股 你覺得這些是有壓力的 其實這些公司都很好 這個公司沒有看到壞的公司 都是因為好的過頭了 所以他股價漲得很快 那漲得很快之後 他們都已經站上季線以上 所以我們這邊支撐 其實怎麼樣 都定在季線左右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個漲很快 有其中一檔 你看到對 滑通 滑通 這一次你看到 大家都知道PCB龍頭一定是滑通 所以國安基金 如果進場買PCB 一定買滑通嘛 你看到這塊速度很快 根本國安基金還沒進場之前 他就從七月一日的低點 四十元附近來到五十一點 可是這種是很強的個股 你看都創波段高或新高 這反而是下禮拜要賣的 反而應該賣啊 因為你看到他最近漲不動了 對 如果說今天或昨天他繼續漲的話 代表我要繼續再攻下一段 可是呢 他反而在五十元這個壓力 其實這個我們再縮小一點 他已經連續兩三次五十塊附近了 對不對 這個壓力呢 可能看起來短期間之內沒有辦法突破 可能要等到整個大盤 他真的也站上季線之後 他說不定才有下一步突破的一個機會 之前有人買在這邊五十三塊五 現在就差這麼幾步路了 就看你的想法如何嘛 對不對 如果你要想要等到五三點五 也是可以等 可是可能需要等很久一段時間 因為他最近真的是漲不上去 而且最近法人還在買 他就漲不上去了 所以這可能就我在疑慮的一個地方 是不是資金有點跑到這個南電 緊縮有可能 因為他們跌比較深 是喔 現在看起來跌深 反而是最好的利多 好 滑通之外 智邦省準 這些都很強啊 大家不要忘記了 國安基金進場第一天拉什麼 拉智邦漲停板 這可這很神奇嘛 對不對 拉完之後呢 對不對 拉完之後怎麼樣 來到二六五之後 他已經連續這個禮拜五個交易日裡面 他已經四天不漲了 是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不代表說他公司不好 公司好不好 我們看到這個字卡 上半年六月跟第二季都歷史 已經說歷史新高 就是因為太好了 漲太多了 他可能暫時要需要休息 是 而且壓力 壓力現在目前為止 他已經都在上季線了 看不到壓力在哪裡 所以反而在這裡要留意到 是不是下個禮拜 因為他已經提早這個大盤 提早四天回檔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邊看起來是 應該說以股價來看是比較不樂觀 可能要等到下一波 才有機會往上走 好 下禮拜會不會來一個小反彈 再找賣點 壓力比較好 這有可能 會有這樣的條件 好 這是我們看到智邦省準 我想省準也是強很久的一檔股票 你說EPS好不好 前五月賺了六點七億元 但是我們剛剛 我們看一下K線圖嘛 他都沒什麼跌啊 他從頭到尾 如果你今年買到省準的話 你到現在不太可能賠錢 是啊 最高兩百二十七 今天收盤還有在兩百附近 你比買到臺積電還好 因為臺積電跌了百分之十八 當然相對於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已經站上了季線之上 我覺得這個 今天說兩百元附近這關卡 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在整理 不是公司不好 不是不好 是現在已經很強都維持在這裡 其他人在跌升反彈 所以可能會忘掉 你不如把你不如把資金轉到會跌升反彈 跌升反彈 沒錯 這時候來看 另外呢 育龍 育龍不是跟鴻海準備推行車 這兩天還傳出這個秘密武器曝光了 怎麼股價最近也這樣 當然最近在網路上傳一個消息 也不是傳 應該是真實的事情 就是育龍轉投資的一家公司 叫做新安東京海上保險 當然我們現在無法預估 新安東京海上保險 今年上半年會提列多少防疫險的損失 但是他的相關行業叫什麼 核泰殘險 今年上半年 事實上新聞有寫出來了 這提列了九十到一百 準備提列九十到一百五十億的損失 所以這情況很可怕 那有人就寫說 可能會有多大損失 我們不曉得 大家知道其實育龍今年第一季 我沒記錯 賺兩塊多 就是因為賺兩塊多 才從三十八塊漲到五十二塊 但是這個損失呢 因為新安東京海上保險 雖然說最大股東不是育龍 對不對 他最大股東是日本人 大概持股百分之四十八四十九左右 但是他第二大跟第三大股東 剛好是育龍跟中華車 育龍又有轉頭是中華車 當然目前為止 今天育龍有出來這個澄清 他說財報數字還沒結算出來 大家不要亂預測 但是大概可想而知 因為我們目前不知道 新安東京海上保險 到底要賠多少錢 對不對 但是他賣了那麼多保單的話 很可能第二季財報比較差 所以你看到當他你發現到他的他的股價還在季線之上 跟季線有一大段的差距的話 這裡我會建議投資朋友可能要稍微避開 因為你可以看到嘛 其實這個禮拜五個交易日裡面 他也是連續四天的交易日 他根本都沒有談 好那他支撐在哪呢 如果看現在有支撐的話 可以先抓 應該說可以先抓七月一日的這個啦 七月一日這個低點 不是季線 七月一這個低點 因為畢竟這個低點老實說 如果反而跌破這個低點的話 我認為反而是應該跌不到哪邊去 七月一號這時候 低點四十四塊左右 哇 這樣子看 好 謝謝冠青 剛剛這樣講的要注意 有些個股反彈是又快又猛 但是誰是可以續談的 誰在這裡 最近這幾天反而沒在漲 偷偷有點小拉回的 就會有鍋蓋壓力 在下週看要報誰 看要賣誰 剛剛講到這個問題 剛好也是最近這幾天市場話題之熱 就是有關於現在 是不是禁止的損失風險問題 但是這個禮拜有非常多的爆怪股 現在怎麼看 特別是看到這些個股 來看看 包括這兩天 不管什麼潤泰集團的潤泰星 潤泰全保城 還有嘎空 嘎上天 嘎上宇宙的宏達電 還有華星 還有三商壽 今天的消息怎麼看 立哥請評則上來告訴大家 宏達電先講好了 因為元宇宙最近很熱 但是我們看元宇宙的個股 今天怎麼了 今天宏達電的股價早盤很強 先衝高分時圖 可以看到往上衝最高 還到了七十一塊 創新高 但是五盤過後怎麼了 嘟嘟嘟嘟 最後翻跌變六十四塊七 量爆出了二十七萬張的巨量 今天看到宏達電 有人說他是卷資比很高 嘎空嘎到天上外太空 但是怎麼有這種走勢呢 基本上你的股價在大幅度上漲之後 其實原本就會遇到這種短線 獲利下車的一個賣壓 所以我覺得今天出現這種所謂暴距離 因為對於這個宏達電 或者說他的那個集團 威盛也好 或者是這個拳打也好 基本上股價都是非常活潑的 一個股價走勢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是覺得說不用因為一天的爆量 就把它當作是一個走勢的一個結束 我覺得後續可能還有這個在挑戰的一個空間 所以你認為是嘎不完喔 不是不要完喔 對 還會再嘎上去喔 這個部分因為他的那個卷資比 現在目前還是屬於一個比較偏高的階段 當然如果你就成這樣來看 感覺那空大量沒什麼 但是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一波基本上空上 空洪達電的股票 這一波其實都是呈現被嘎空的態勢 所以我就覺得說應該是沒有那麼快 就會立刻去結束這樣的一趟 好 那反而今天稍有休息 是好事是這樣講嗎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情 好那我們看看 如果再講 我們就先講這些卷資比很高的個股來看 這些卷資比高到什麼程度 不管是宏達電 四五十趴的卷資比非常高 威盛 威盛也超過二十五趴以上的卷資比了 今天還強喔 今天是宏達電創高拉回 但威盛續攻 六十六塊喔 另外有易德 保齡 附錦 金橋 最近很強很標的 明基伊 東洋潤泰泉 萬海 各股有梗鼎 金像電 神准 利基電 位宿 當然也有包括長榮航 陽明光 宜利電 中砂跟宏達電 這些都是卷資比高過於25%以上 現在我先請教你了 那下禮拜能夠軋空還軋不完的 我們先講能夠軋不完的有誰 但是有些軋你不要再玩的有誰 對 這個部分我是覺得說能夠還持續軋空的 當然除了他軋資比本身很高之外 另外一個關鍵就是你要讓空單 有一點沒有辦法賺錢的狀況之下 就是你的成本跟現在的股價 跟當初空單增加的成本 如果有一段差距 通常都還有這個軋空的一個機會 一直軋到空單認輸為主 所以包括了像是我們剛剛所談到的宏達電 當然最主要是這個元宇宙的相關 你可以看到他目前的卷資比 其實還有43.51% 而且今天股價創新高嘛 所以是不是代表就是大多數的空單 現在全部都是被咬住的情形 你看他從這裡一路空上來 然後股價從這個地方空上來 感覺好像一個平台整理 像那股價掉下來了 但是一根長紅可以去做突破 現在的空單其實都還是被咬住的一個態勢 那如果這樣看的話 下禮拜再往上看的空間呢 基本上今天這一根長安可以做 接下來我們就先觀察前一根表態的 紅黑棒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基本上如果守住的話 其實以他的一個股價的活潑程度 我覺得整理完之後其實還有往那高點挑戰 所以就是六十塊到六十五塊之間 對能夠有守的話 他就會持續再往上 好記住這個價格 好那你剛剛講到宏達 我們剛剛也看到卷資比很高的金橋 金橋現在已經被做已經漲到那個 好像我記得應該是分盤交易了 他最主要產品是連接線 我要先跟觀眾朋友強調就是 如果做高空股的時候 其實他的基本面可能不是那麼重要 對因為他走的是一個籌碼面的優勢 卷資比目前是六十四點四個percent 對一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個股價的一個 如果分盤還可以這樣的強勢 那怎麼說 所以你看他的股價是沿著這個五日線往上 那券單是基本上是增加在這一段時間當中 所以你看喔 這個往上嘎空的過程 基本上你現在你不論空在什麼價格 你今天到目前為止都是被咬住的態勢 所以這種才會引起空單想要恐慌 或者是想要回補的時候 他才會有嘎空的力道 還會再有一段 沒有錯 但是這種一段我們就不敢預設上面在哪裡了嗎 對那這個這樣如果說做這種強勢股 大家就把握住一個原則 我們看那個五日移動均線 那只要跌破就走 如果沒有跌破都可以先做續爆 跌破才走 沒跌破就是續爆 沒錯 他今天是十六塊九 就是十七塊左右 這種金橋已經分盤 敲意還這麼強 但是要看五日線在哪 十七塊錢 不要回測跌破了 金像電 金像電當然是最近期開始出現轉牆了 他最主要是伺服器的PCB為主 目前的捲值比是百分之五十二 也超過五十 那一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那個股價 捲單你看增加在這一段時間 剛好股價前面跌下來的時候 空單還不是增加最快的 漲上來的時候空單才是增加最快的 所以你看現在其實已經回到了季線以上 那原則上我們就稍微觀察一下 因為突破重要均線 理論上還是要先做整理 那只要季線不跌破的話 以他的一個捲值比來看 應該都還有軋空的條件 好季線在八十塊五 今天是八十三塊二 所以呢 如果季線不要破 就能夠持續續穩續放 有軋空的條件 這是軋空題材條件 好這是我們看到還有軋空可以玩的 但是呢可以軋空 有些軋空是不要再玩的 對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 當然我們剛剛講成本的概念 那有時候其實你要考量他的張數 像是三副 他其實當然過去這個 這個禮拜他其實走勢上是非常熱弱 他是做旅行社為主 當然看的是所謂的解封題材 但卷資比六十七點九五 不代表說他空單很多 他是因為整體融資 融卷其實都比較少 我記得他的卷單應該只有九百多張 所以如果你以他目前的狀況來看 一天三千八百多張來看的話 他其實那個軋的力道不會很強 因為九百多張其實可能影響就不是 那樣這麼大 所以大家是要稍微觀察一下 最近期來到這個位階之後 因為下個禮拜一 我記得剛剛縱效大師有 好像要解封的嘛 對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就稍微觀察一下 解封完之後會不會反而出現力多數 出現的走線 這要注意 那反而卷單其實沒有想像中多的話 那就力道就沒那麼強 另外也看到像梗鼎 象金豪克 那我們講梗鼎好了 梗鼎最近的卷資比很高 但因為他很強勢 所以吸納了很多卷單 對 不過他在高檔走了一段時間 對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 他都是那種斗角度的商量 就是如果你基本上你 譬如說如果你空在這個位階的話 走了一個多月 因為他股價沒有漲也沒有跌 沒有肉啊 其實你不會覺得很緊張 因為有時候軋空 他需要的是一個讓空單 會覺得很恐怖的走勢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金象電啊 或者是金橋 乃具 宏達電 他都是那種往上斗角度的上揚 那種他其實才比較有軋空的力道 好 這是我們特別講到了 講這些就是到底哪些是軋沒完的 但是有些是嘎不要玩的 沒錯 分清楚了 謝謝名則高的大家 那這樣講投資朋友清楚了一點了 但是我們待會要說到 有些特別的怪股 像今天呢 什麼潤泰新潤泰權 這些個股能夠跌停打開 這又怎麼看呢 還有包括今天也看到 有很多個股已經在臺股 還在想說往上要挑戰這個萬五大關 往季線靠關之前 已經是先創高的 這些個股能夠先創高 憑什麼 他是不是串出來的新明星 待會告訴你